好 来 各位请看 师父 尊尚是真的很关心您 很爱护您的 当日您被判刑81根消魂钉 但是他就代替您 受了剩下的64根消魂钉 是吗 怎么会 小公 为时为你准备了一些 控制洪荒之力的心法 你好好看一看 不过最重要的是 小谷 小谷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小谷 来 弟弟 你抱的为时好痛啊 哈哈哈哈 来 哈哈哈哈 好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小谷 小谷 师父不疼 师父没事 你转眼 回首前 与情分离 刘老师我很接近啊 你说的什么 维时疼 维时疼 哈哈哈哈 肯定是不疼 虽然只差一个字 再差很多 你是差得最远的弟弟 好 请看第二题 其实我一直对我的精神状态 表示谨慎 并怀疑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再恋爱 所以我更应该告诉你真相 我不可以结婚 对不起 别动 弟弟 来 别动 兄弟抱一下 说说我亲历 说说 为什么 在这种情感戏 突然聊到了兄弟 弟弟跟娜娜 你们来演一版 娜娜 我好喜欢这句台词 其实我一直对我的 一直对我的精神状态 是谨慎变怀疑 大家大家入戏一点啊 待会儿娜娜说完这句台词 你们就热烈鼓掌 预备 开始 其实 我一直对我的精神状态 表示谨慎被怀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再恋爱 入戏了 所以 我更应该告诉你真相 我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也是对的 所以 我更应该告诉你 我不可以结婚 对不起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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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疼的包住我自己 心疼的包住我自己 这个也很好哎 请看正确答案 别动 推开我 谁来心中你 哦 哦 我们请 年纪最小的人来好不好 好 我们欢迎王赫帝走上我们的教学天台 来进行他的告白 好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到民室你超帅的 我是马戏去年的毕业生王赫帝 我在去年参加了一个比赛 在比赛的时候 我的两个老师 突然要求我戴上一个面具 当时的我很不理解 然后很任性的把那个面具 往地上一摔 但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我已经被淘汰了 是我的两位老师想了这个办法 来救了我 然后想让我继续在这个舞台上比赛 然后我两个我 然后我这位两个老师也姓何 其中一位是何冰老师 还有一位何老师 今天就在现场 我想说的是 两位何老师对不起 两位何老师对不起 谢谢你们给我戴上的面具 在我的心目中 他就像唐僧给孙悟空戴上的警户照 何老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 让你骄傲的王赫帝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 让你骄傲的王赫帝 我 我知道你们录完以后 何老师就跟我说这件事情 当时何老师也对戴上面具这件事情 他也觉得很难受 但是他最难受的是 你要放弃那个机会 他觉得很痛心 我那个时候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的 挺你和喜欢你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你 而且我也知道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不接受的 那个时候我总有一个隐隐的感觉 我觉得你能成 我是给你戴上过面具 但是摘下面具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 我要告诉你 通过这一年多的努力 你不但是摘掉了面具 而且你现在让自己的名字 有了别的含义 你不再只是勉勉强强 可以留下来的那个男孩 你现在是湖南卫视热播剧的 男一号王鹤蒂 我为你骄傲 王鹤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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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鹤蒂